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骑自行车上学放学 绝对是领风气之险 要知道 当时的自行车是很贵的一样 而且女孩子骑车 多伤风化啊 明智为心的国度里提到 1893年 外国进口的自行车价格高达200日元 是当时警察月薪的25倍 想象一下 普通百姓想要买辆单车 那真是渴望难及 本图唯一 905年日战争中的俄罗斯俘虏 在举行自行车比赛车子这么贵 没钱却又想拉风的少年们 怎么办呢 本图唯日本第一个骑单车环游世界的人中分分析 这张照片是他骑到英国时的情形 有需求就有功绩 明智为心的国度里写道 自行车商家们创造出介乘的方法 二轮自行车一小时 只要四到五钱一日元等于一百钱 三轮的十钱左右 本图唯大正时期的日本桥 当时日本自行车已实现国产 价格大降 开始突击田又拉风 人们纷纷试诚 如此的结果便是 人们充分感觉到了自行车的方便 也推动了自行车的国产化 而这不正是如今风靡的共享单车吗 只不过如今的共享单车更多侧重于环保 而120多年前 日本的则只因一个字 会本图为昭和时期的自行车俱乐部 本文照片来源网络 若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